趁着没有外出表演 西安脑瘫青年郭嘉元独自换上昆曲戏服 来到村里的广场 开始了每天的练习 冬日的阳光并不温暖 凌冽的寒风也让人只想躲到室内 但郭嘉元还是打开了音响 在扑晒着农作物的空地之间 他进入了戏曲的世界 今年25岁的郭嘉元是一名脑瘫患者 由奶奶抚养长大 老人爱听戏 在他的熏陶下 郭嘉元从小就对琴枪 玉剧等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中被誉为百戏之组的昆曲 是他的最爱 最终也成为了他一直追寻的梦 借助网络等平台 郭嘉元开始自学昆曲 昆曲他有文学美 音乐美 领导美 妆容美 就是通过这个词 你就可以唱到一些景物 昆曲以细腻联雅而著称 唱念作答要求严格 普通人要学尚须煞费苦心 更何况郭嘉元天生残疾 但他并不服输 而且很没有自知之明的选择了生 但静默丑中的龟门蛋 郭嘉元曾自嘲到 这是一个丑人做起了美人梦 我觉得这个昆曲就是我肢体情况 肢体的协调性特别差 像一些动作 像一些抖秀、甩秀都要练很久很久 就是一个一个动作 大概要去练个半个月到一个月 脑瘫令郭嘉元求职困难 为了补贴家用 继续练习昆曲 他开始在西安各个景区和公园中 一眼带练 通过街头表演赚钱 从最初的冷场 到渐渐有了观众 也有了些许收入 郭嘉元一直在给自己打气 为掌握更多技巧 郭嘉元前往苏州学习昆曲 获得了粮食益友的帮助 在此期间 他还用数倍于常人的努力 通过了全国昆曲等级考试 一路走来 郭嘉元走得很慢很苦 但他却认为自己很幸运 郭嘉元称 正因为没有太多选择 才让他认准了学习昆曲这一条路 虽然在郭嘉元看来 自己的昆曲事业才刚刚起步 能发展到何种程度仍未可知 但他依然执着地向记者 讲起了人生蓝图 开一间戏曲工作室 可以让更多人来此 接触学习昆曲 用昆曲之美去感染更多心灵 我希望用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 是鼓励鼓励跟我一样的 这种谈障人士 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人 就是一些比较消极的一些人 去感染 去 去 这一趟 在空旷的乡村舞台前 郭嘉元唱起了 令他魂牵梦绕的戏词 旋转 云步 甩袖 握鱼 这些动作早已深入骨髓 远远望去 身穿戏服的郭嘉元 仿佛一只 煽动白色翅膀的蝴蝶 面对万物肃杀的冬天 诉说着生命的顽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